为何总是偏心步步而忽略波妞?如今贾静雯终于道出了原因。 在妈妈是超人中,许多人都喜欢看家长和孩子的互动。 但是来参与的嘉宾中,贾静雯是比较不同的一位存在。 黄胜一只带了安迪,邓莎只带了大林子,霍思燕带了恩亨,而贾静雯是带了两个女儿。 而在节目的互动中,贾静雯总是显得偏心步步而忽略波妞,这一度引起了网友的不满。 毕竟做母亲的,就应该一视同人才对。 明明波妞也十分的可爱啊,并且比起步步来说,波妞更不懂事,更需要贾静雯去照顾才对,为什么贾静雯屡屡偏心呢? 近日,贾静雯选择了公开回应。 贾静雯在回应中表示道,她作为一位母亲,也十分想要参与到每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,但是很难做到平衡。 并且步步在刚出生的时候,上面还有个写节,所以需要更多时间去关照步步。 等到她想要参与波妞的内心世界的时候,才发现了错过了许多。 这里真的要怪,也只能怪贾静雯太多才多艺了。 贾静雯除了是演员外,还是歌手、作家。 在做好其他工作前,她还是三个需要照顾的孩子母亲,实在是太忙了。 除了多才多才多艺要怪一下,另一个也只能说要怪贾静雯太能生了,但是也没办法。 毕竟大女儿无同类是和前夫一起生的,二女儿步步是她和修杰凯的爱情结晶,但说到底她还是想要为修杰凯生下一位继承人,这才有了博妞的诞生。 所以在三个孩子中,特别在性别一样的情况下,注定会有一个孩子的成长受到双亲的忽略,至少说要与陆勋瞻的照顾是做不到的。 但波妞总归是幸运的,毕竟是生在大富之家,至少是衣食无忧的。 你们对贾静雯的回应,满意吗?